那我們現在跑腳本檔 SCR 新增OrgK典型工作區的這個腳本檔 好開啟 就做完了 那他會幫我創建一個 你看我是不是新創一個OrgK典型的 然後呢有工具列 還有我的下拉功能表 然後他把我的 那個功能區關掉 再來呢他做什麼 他幫我的 工作區設定 以後呢設定自動組織 對不對 那以後我在做切換的時候他才會記住啊 好像我現在切換 切換回去自圖理數解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的功能區介面 然後呢我需要回去OrgK典型 就這邊做切換 所以剛剛的腳本檔呢在做第一次設定 他幫你設定 點型的 那個工作區 順利完之後呢你以後不需要跑他了 你以後怎麼使用 你只要這邊工作區做切換就好了 OK那我們這三個我們先試一下 檔案呢記得喔做儲存 儲存 好那回到OrgK呢 是不是要重新把它 載入PGP檔對不對 還記得嗎 R1 INIT 這個是介面式的 把它打勾對不對 打勾 那指令式還記得嗎 R1 加負號 負的 INIT 就連字符號對不對 就是 使用指令式的 我們後面的程式進行都會使用這個方式 輸入 記得速度多少 16 對16 Enter 那一樣 其實你剛剛已經載入過了 OK 那我們就可以起用我們剛剛是不是有 恩恩恩還記得什麼嗎 應該是 祭司本 祭司本 那 TPP呢 就是我們的 小畫家 1 那 這個1有沒有 看你需求啦 像我就是 其實我都使用 4創電架1 看你的使用習慣 Enter OK 這樣的方式 那這邊先提一下 怎麼去辨識 這個程式的指令名稱是什麼 你可以 把它打開 開對不對 注意到這邊有個 C冒號 C冒號後面呢 這個就是它的指令名稱 OK 所以它指令名稱是 CHTFILES OK 這先關掉 我開啟一張新的圖檔 這是 樣板檔 它有分很多種 那我們選擇 ACD ISO 公式樣板檔 開啟 我開啟一張新的樣板檔 那隔線把它關掉 F7關掉它 那 因為我剛剛我已經把它 加入到啟動套件 以後開 CAD 開圖檔 它就已經自動存在了 那就可以直接 C HT 但是我剛剛說我不會記得對不對 就按TAB 去找它 找到它了對不對 再按Enter 就開啟我們的系統資料金 當我編輯好新的 MLS對不對 那我就選擇離開啊 選擇離開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動作 CYRODE 我要先把舊的先釋放 先把它釋放 再載個新的進來 CUILOAD 先把舊的 卸載 注意喔 你不要把這個卸載 那你就必須在 眉路指令去找 找到抓回來 那或者是 用載物也可以 那我先把我們的呢 卸載 OK 那再去瀏覽 找到我們的 那記得喔 因為我們一直在編輯是MMS 你就必須找 MMS 找到我們的 這個 我現在切了 答案類型是切MMS 你可以切所有檔案 他是所有都有 但是你不能抓這個 這是舊的 我們現在要做個新的 請他幫我覆蓋這個舊的 所以我們要抓MMS 現在答案類型是 所有類型的檔案 開啟 載入 關閉 那我因為畫面的關係 那我這邊已經產生一個 補助繪圖 你點他 就會有 編輯功能表 這個如果你今天要過濾的是 標注 這邊一樣把它 這邊複製起來 Ctrl C複製喔 Ctrl V貼上 那這邊給他一個 另外一個代號 22 SS22 那你這邊要把它 換成檔面群 對不對 Ctrl V貼上 Errh Ctrl V貼上 Ctrl V貼上